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年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昨天晚上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举行了 所以这个典礼应该载入史册 但是这里边除了有一些打破记录的东西之外 还有动手打人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稍微聊一下 这个事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当中可能有一些影迷 已经看到了这个消息或者看到了这段视频了 但是还是我们来是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 另外在这个最佳影片方面 似乎也出了一个小的黑马 所以这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值得聊一聊的 昨天这个颁奖的典礼 总的来说我觉得稍微有点混乱 甚至我可以把它概括为错失良机 因为奥斯卡颁奖 他一年一度他是给电影艺术 这一门整个的艺术一个机会来宣传自己 甚至对这个艺术的责任 以及他对老百姓提供的娱乐等等这方面的贡献 给出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发扬光大 而不是想尽一些办法来比如说讨好每些人 或者是想尽一些办法来把它这里面能够包含的东西 该包含的项目都包含进去谁也别给忘了等等 就是这种胆战心惊的这种感觉 但是在昨天呢这个有点我认为是一览无余了 怎么叫做错失良机呢 首先在好莱坞电影史上有非常辉煌的记录 就是教父这个电影 在今年是他的50年的生日 对 草草带过 三个老头 简直就是颤颤巍巍的在那个台上 只有Francis Ford Coppola讲了几句话 旁边的Robert De Niro和 Al Pacino 两个没有机会讲话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至少代表一类的听众 我们想听他们讲话 这种历史的时刻 50年这种时刻不再来了 你看他们这三个人这颤颤巍巍 路都走不动的样子 还都不知道再能几次了 出席知道吗 这个安排太草率 就把过去的那50年的 这几个镜头 东拼西套凑出一个来配点音乐 就这么过去了 然后老头讲句话 这是不应该的 这个是组委会应该下大功夫 来制作这一个单元的 反而会让他好看 之前的那些调侃啊 什么之类的 有的没的 说实话 甚至跑到那个好莱坞 什么博物馆里去插这么一段 这个没有看过的也无所谓 看过的就告诉大家 这个中间插了很多的东西 他就想什么都给弄点 这是第一个大的失误 第二个是00760年 这个也是一个失误 00760年 这个在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当中 这已经远远超出电影 这都是一些变成了文化的现象 他已经上升到现象的这一集 所以教父和007 他们都是跟奥斯卡的传统有点 稍微来说有点偏差的 哪一个007电影得过奥斯卡最佳影片啊 但是很多的007电影 他被老百姓看的次数远远超过 几乎是可能是十个二十个五十个 奥斯卡最佳影片加起来的观众的总和都要多 这个东西你我觉得反而不应该草草带过 而且你大量的笔墨放在007的上面的话 会有很多的人收视 会有很多人看 而且你之前就做足了宣传 说这一次是00760年 你看着我们给一个大的 来一个大的给你弄一下 这个也被他给错过了 所以但是你说的最佳影片有点小黑马呢 也对也可以这么说了 但是我觉得不太意外 因为这个Coda这个电影啊 它是最佳影片啊 是讲残疾人的呢 它特别符合奥斯卡的传统和奥斯卡的精神 因为狗之力啊 The Power of the Dark这个电影呢 稍微有点灰暗 它的整个的这个思维啊 它的基调呢有点暗 而这Coda是绝对的正能量 绝对的鸡汤 而且它特别符合奥斯卡的这种振奋啊 正能量 然后就鼓励啊 然后又是残疾人啊 对不对 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呢 基本上就造成了 它是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可能性 这个就让人们想到那一年 一个叫做冲击力Crash 和一个断背山的区别 或者说那一年的对比 就是那一年断背山的呼声是极为高 高到这样的程度 以至于李安上去领最佳导演讲的时候 说了一句 Oh I don't know how to quit you 他用了断背山里面的一句台词 就是我怎么推你都推不掉 因为断背山在最佳影片公布之前 是各种讲 一路的得 从音乐啊到什么摄影啊 如果没记错的话 编剧什么之类的 然后李安呢就认为 最佳影片是胜券在握呀 他在拿导演讲头说了一个 哎呀真的是 怎么甩都甩不掉你 你知道吗 最后弄了一个crash 这个后来被评论界至少是 一致认为是相当不公平的 应该是给断背山的 让断背山的就一次促成辉煌 但是历史就把它给错过了 所以这就是我的简单的概括 对这个coda我说为什么意外呢 它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一开始在就是颁奖之前 我看那个影评啊 看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的 这些影评版的时候呢 他们是说人们比较看好的是 the power of the dog 但是他们说如果有意外的话 那就是coda 因为coda是一个让人感觉到 很温馨的这么一个电影 就是刚才钟晋说的 有点正能量的 就是一个残疾人 他怎么样走出来 反正又有家庭 又有各方面的支持啊 什么的这种电影 所以让人看了以后 比较温暖比较温馨 同时在这个正好在 2022年这个时刻 人们是需要这样的 这样的力量 这样的温馨的东西 让人感觉舒适的 这些东西的这种元素的 东西代表他们 所以你看后来在那个演员工会的 评选当中 在英国的影音学院的评选当中 他也都获胜了 所以逐渐的他就 变成一个 形成一种势头 对对对 他的这个momentum 他这个势头啊就形成了 让人们逐渐的看好 果然这次就得奖了 这个得奖呢 他是这样子 他一共呢 在提名当中只有三项 获得提名 结果这三项全部得奖了 这个是在美国的历史上是 好像是第七部影片 同时他也是一部最佳影片 但是获得入围名单 最少的类别的 就是只有三个获得 一般来说 这种获得最佳影片的 他还不弄个七八个 十来个这个入围名单啊 结果他只有三个 当然三个都获奖了 可是问题 他毕竟获了一个大奖 同时导演还没入到 这个最佳导演的 那个入围名单当中去 所以呢 这个是他反正 创造辉煌的另外一个 一个创造历史吧 至少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对那个 The Power of the Dog来说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他在入围的时候 一共12项 这个挟持这么大的光环 进入到那个 就是颁奖典礼 结果只有一项 获得了真正的得奖 这个就是他那个导演 获得了这个最佳导演奖 其他的几乎是全军覆没 所以这个呢 我说的意外和小黑马 大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这个是有点出人意料的 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是 昨天晚上我怎么样 看了一遍又一遍 我以为那个Will Smith是假的 他们是安排好的 在他冲到台上去 删那个Chris Rock耳光呢 但后来才发现 他是真的 对 这个事咱们稍微等会再讲 因为这个事能扯出的背景 太多了 稍微多了点 这个呢 咱们等会再讲 再说一下关于Coda这个电影 因为他创造了另外一个历史 这个呢 普通老百姓可能不一定知道 就是他是奥斯卡有史以来 第一个串流平台得最佳影片的电影 他是Apple Plus这个平台 花钱拍的一个电影 不是几大电影公司拍的这么一个电影 我记得他好像不是他Apple Plus花钱拍的 是他买的 买的剧本是吧 对 就是说不管怎么说 他的获奖创造第一 是这是一个串流平台电影获奖 知道吧 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记录了 同时呢 也是就是这个电影呢 也是告诉了我们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有一些人呢 他处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他是一些高度的残疾人 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可以说是一个生活的宇宙 而这个宇宙呢 如果不通过类似这样的电影表现的话 是我们老百姓不关心 不知道 可以再说一步 甚至不想知道的 所以他又创造一个历史是什么 就是这里面的那个男演员 你看了吗 我没看这个电影 这里面呢 有三个聋哑人 这三个聋哑人呢 是爸爸妈妈和儿子 然后女儿是不聋哑的 是这家那三个都是真的聋哑人 那演员 而其中这个男的呢 得了最佳男配学奖 这个又是一个第一 是这个电影 就是第一次一个真的聋哑人 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 男配或者女配 因为里面的那个妈妈 那个呢 玛丽·麦克林呢 她已经得过奥斯卡 但是她是最佳女演员 她不是配 那个是真的聋哑人 那个是女性 这个是男性 这是男的 对对 所以 那个演的叫 Children of Lesser God 叫小上帝的孩子 那个是非常好看的一个电影 那个电影的男演员 William Hurt 今年早些时候去世了 所以这个就是关于Coda这个电影 让我说的一些 同时呢 昨天还有一些第一 就是就是Ariana DeBose 这个女演员呢 因为她演戏区的故事 Steven Spilger这个电影 叫做West Side Story 她是整个的奥斯卡颁奖当中 第一个拿奖的 就是最佳女配 她又创造了一个历史 她是奥斯卡历史上第一个 就LGBTQ 就是一个你可以说同性恋 跨性别人 公开的 公开的 这么一个人 一个演员 她得奖的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记录 那么稍等一会儿 咱们再继续的 说道说道 昨天的这次奥斯卡奖 能说的东西还挺多的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中旬和高宁为您主持的 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 是昨天进行的第94届 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一些情况 有电影 有一些幕后的消息 有一些 待会儿我们可能会讲一些 现在这个影音学院 他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新的挑战和处境 为什么会 昨天的这个 整个的编排啊 感觉到相当的混乱啊 就是说 很多东西应该有的 或者应该宣传的 他没有宣传 但是呢 包罗万象 每一个东西都是点到为止的 这种感觉啊 就是没有一个突出的点 就那句话 就是你谁都想讨好 就谁也讨好 谁也没讨好 就这意思 对 就是你想要挽回这个收视率 但是像昨天这样的编排的话 只会失去更多的观众 就是说观众看了以后 可能会感觉到有些失望 就是没有看到自己想要看的东西 不过他为了这个挽回 就是他的这个收视率呢 做了几件事情 一个事情呢 就是停了三年 没有任何主持人的情况之下 今年又弄了一个三人组合 是吧 三个女性的这个主持人 我觉得这个组合一般 而且我跟你讲 三个人站在台上有点乱 对 我等着我说完这句话 该你了 什么你知道有这种感觉 你回想一下当年Billy Crystal 那叫主持啊 你知道吗 那就是一个人的风格 淋漓尽致 这就是特别的棒 Chris Rock也是啊 他一个人主持人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他的这种包袱 在台上抖的这些包袱 昨天呢就是显得三个人 没那么了不起 不过有一句话倒是挺好 他们自己嘲笑自己 说三个女的加起来 薪水还不如一个男的多呢 当然他是影射现在的这个男女 同工不同酬的这件事情 但是呢 也到处来说 为什么组委会要请三个女的出来 可能是也是经费的问题吧 等等 那这是第一个改变 第二个改变呢 是比较大的 这个对整个的 昨天晚上的现场气氛都有影响 就是这个影音学院决定要把八项 这个电影的类别 这都是幕后的一些专业的类别呢 他不在真正的电视转播的时候呢 再给他们颁奖了 他们就把这个八项这个电视 就是类别呢 就摆在走红地毯的那个时间 就摆在我们洛杉矶下午四点到五点 这个期间呢 就先颁完奖 颁完奖以后呢 把他们的颁奖的感言 得奖的感言呢 录下来 那么精彩的片段呢 放在上面去简端的 就是简洁一下 就播出来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首先是这八个类别的 提名人和得奖人 那肯定不满了 原因是 好不容易这是我生涯当中 最光荣的这么一次 最亮相的一次 突然 等于是剥夺了我这个机会了 就等于是把一个 电影工业当中给他分出来了 给他分成了两批人 一批人是属于 这种明星类别的 就是表演类的比较多 当然 他这个用词特别残酷 线上线下 对 你这八项全是线下 那条线 在线上面都是什么 编剧导演什么这种 对 您对不起 您在线下面 对 那八项当然 你仔细想想的话 其实也是有道理 你说 什么最佳道具啊 最佳法型设计啊 还有短片 三个短片 记录短片 真人短片之类的 卡通短片 卡通短片 然后 就是这种 电影的配乐啊 什么的 这些呢 说实话 音效之类的 你说实话 这些人重要不重要呢 当然重要 但是问题是 他对台下的观众来说 说实话 比较残酷 就是观众并不认识他们 也不知道他们在电影当中的重要性 所以呢 观众不认识 牛默默无名 观众不愿意看你得奖的事 同时他也不愿意听你得奖的感言 观众的注意力还是在那些他们喜欢的明星的身上 这个又是奥斯卡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做了一次努力 想讨好 结果没讨好成 首先得罪了这八项的所有的人 对 同时 你那个八项什么时候发呀 要是按照我们美国西部的时间 他是五点钟开始 奥斯卡 他那是四点吧 对 四点到五点这小时 可是这小时呢 电视不转播 然后当然了 正式的五点钟开始以后呢 这八个都出来了 但是他是简洁的 对 就上来就说啊 比如说最佳发行 是他好 谁得奖他得了 然后爸爸他讲话也有 但是就这个 简洁过的 就颁奖的过程啊 什么那些什么有人上去颁奖啊 什么这些全都删了 这个是这样 同时呢 对那个走红地毯的人也挺不公平的 你知道吗 因为那小时呢 人家正在那走红地毯呢 你走红地毯的时候呢 他里面已经开始了 你知道吗 所以哎呀 整个就是这个 比较乱 但是呢 还是你接着你刚才那句话 这句话我也想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 我真正的认为 这个电影当中 因为被砍的 这个什么剪接啊 什么这种道具啊 这些呢 的确重要 尤其是剪接是重要的 不得了的一个 但是可能 我还是要送这些一句话 就是说你们 不好意思 你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不是老百姓不知道你是谁 是老百姓不想知道你是谁 你在电影这个行业中 你选择了做化妆 你选择了做发型 你选择了做剪接 刚才还少说了一个 就配乐 哇 这个太重要了 这电影 这还得了 这个多少电影音乐 这个勇仔史册啊 对不对 这个老百姓的头脑当中 都挥不去的这些音乐 比如说昨天的那个 教父的那个配乐 那段反复的播 其实我们都一听 我问大家 那谁写的 没人知道 对啊 教父的音乐 谁都知道啊 都在脑子里啊 谁写的 可能十个人 九到九就刷了一下 脑子就白了 对不对 再进一步 你能说出几个电影 音乐作者的名字 作曲家的名字 对不对 这个不是不公平 而是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构成的 就是有一些知识呢 你没办法逼着老百姓 去记住 或者去具有 正如我们有很多的人都不知道哪一个大桥是谁设计的 哪一个世界上首例的移植心脏的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 对人类整体的生存做出来重大贡献的那些人是谁 我们脑子里没有一样 这个呢 你不用觉得你被冷落了 你就必须得理解这个事实就是这样 就是当老百姓有选择的自由的时候 除非你政府逼着啊 对不对 你政府在客 不是逼着你给我背下来这些 你逼着给我以外 他就要选择那这个脸长得漂亮的那个 也许带引号的啊 对不起不要生气啊 那个肤浅的人 对不对 那个人他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知识 他可能什么 但是他就会演戏 或者他连戏都不会演 他就是长得漂亮 那么老百姓就在我们的储存的戏当中 就把他放在手位 这个就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当然反过来说呢 刚才你说的那个也确实是个事实 有些人说 在这个电影的业绩里 我工作了四十年 五十年 才得了一次 奥斯卡混音讲 你知道混音是干什么的吗 对不对 我才得了这次 我这一辈子 头发都白了 怎么着就给我个机会 风光一下 你给我砍了 那怎么办呢 我这么 你问我吧 我就我同意 对对 我同意 我同意被砍 就这样 原因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被砍 你必须要了解 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 在过去的这几年里边 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收视率 下降了75% 剩下的只有25%了 那你想想看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影音学院要安排整个的节目的时候 他是有压力的 不光是他有压力 连ABC电视台 就是帮他做这个电视转播的 他标来的这个奥斯卡颁奖典礼 我要做电视转播 那是出了一大笔钱的 当然 出一大笔钱的基础是 比如说有3000万 4000万 5000万的观众 我才出这个钱 您现在一下就给我调到 1050万的观众 那和一般的晚上的这个新闻的节目 有什么区别啊 而且关键是 人家这种电视台的广告费 是和收视率挂钩的 挂钩的 对啊 那他的广告费就骤减了 没错 他我广告费也卖不出去 我整个的花的钱赔了 十本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ABC给那个影音学院施加压力 说不行 我们的对整个的这个 那天晚上 就是昨天晚上的节目编排和内容 要进行一番这个改革吧 就是看看能不能用什么其他的方法 给他把这个观众拉回来 尤其是第一次的观众 我们格外的重视 所以呢 你看 昨天有这个影迷投票 他们心目当中最受欢迎的影片 待会可以稍微讲一下 那么说到这个收视率也讲一下 他还跟另外一个东西 有非常残酷的和直接的联系 就是你提名的电影 对 今年的这个电影 根据一个大型的民调 当然说大型也不是那么大型啊 就找了4500个人 做了一个民调 发现 狗之力 Power of the Dark 在这4500个 就是有什么老的 年轻的 中的 男的 女的这种啊 抽样调查当中 只有6%的人 看过 然后再问Coda这个电影 残疾人的这个电影 只有4%的人看过 但是一个比较大众型的电影 Don't Look Up 19% 人看过 然后呢 就是说到这个收视率 跟电影的挂钩了 1998年有一个电影 恨不得地球上一半一看的人都看过 叫Titanic 1998年的那一届奥斯卡奖 主持人是当时正红的 Billy Crystal 不是演员红 而是主持正红的 就当时他的事 他好像连续主持了八届还是多届 我忘了 非常红的 Billy Crystal 那一年的奥斯卡收视率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5525万 这个数字再也没有了 2021年 当然我们知道有疫情有什么的 奥斯卡收视率去年985万 你和那个5500万对比 今年我告诉你闹跑更差 你别看有真人主持 好 那么稍等一会儿呢 咱们就继续的把一些花絮 介绍给大家 以及这些花絮的背景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中勋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昨天颁奖典礼 奥斯卡第94届的颁奖典礼 里边的一些误后的事情 因为有很多听众 大概已经看过这部 就是昨天晚上的 这个现场的直播也好 是这个通过电视上 看了一些片段也好 那么但是里边呢 还是有一些故事 可以稍微的讲一下 昨天出现的一个意外呢 让大家都是觉得不可思议的 就是刚才说过的这个 他冲上台去删的那个 克里斯拉克一个耳光 这个也是刚才我所说的 我当时看到 因为我没有看那个现场的直播 我是一段一段的在那个YouTube上看 他贴出一段我就看一段 贴出一段什么获奖感言 谁得讲了我就有兴趣的 我就稍微看一下 就突然发现有好几个 有关于这个的截屏下来了 然后再一看呢 都是录下来的当时的情况 播出来的 也就是说当时在 在山尔光的这个情况之下 那个在海外直播的这些人呢 他们就把当时的情况 没有停就给转播出来了 所以呢这个事就出来了 当时我还反复的看 然后看完以后还要看一下评论 我还以为这是真的是假的 我还以为不可能吧 大概是假的吧 但后来我才发现说 有一段文字是那个美国这些娱乐记者 也蛮厉害的 马上找到那个就是安排整个的 昨晚的节目的那个组委会的人 去问去了 然后人家那个舞台的这个导演 告诉他说这段是当时真实发生的 我们彩排当中和我们的预期当中 是没有的 哦原来我才知道这是个真的 这个事呢是一个坏事 也是一个好事 从坏事的角度来讲呢 在这么大的一个全球都观看的 大型的颁奖仪式当中 出手打人肯定是坏事 好事呢就是他引发的一些思考 这个呢先把背景跟大家解释一下 Chris Rock是美国黑人优秀的 单口相声演员 或者叫脱口秀演员 同时也是一个影视的著名的演员 根据他的小时候的故事改编的 Everybody hates Chris 变成电视系列节目 你可以想想他是多么的有名了 Will Smith Will Smith是一个在全球都红的 又是动作片又是戏剧编的演员 尤其是在亚洲的知名度非常高 他最后还给李安演了双子星这个电影 所以这个人也不需要太多的介绍 两个人都是黑人 他们的背景啊要追随到2016年去 在2016年的时候呢 那一年的奥斯卡奖是Chris Rock主持 当时有一个运动 叫Oscar to White 奥斯卡太白 有这个运动 所以呢 Will Smith的太太Jada 在奥斯卡颁奖之前呢 就通过社交平台发表了 他自己的一个宣言 他就是这么一个奥斯卡奖 有这么多优秀的黑人电影 黑人演员 黑人导演 均没有获得提名 我不会去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结果等到奥斯卡的开场的时候 Chris Rock穿着全身白色的西装 走到台上以后 开了几个玩笑 接下来说了 说Jada Smith 他说他不会出席奥斯卡奖 他说太白 他说这个就像是Rihanna的内裤 对我表示拒绝一样 这是个非常下流的玩笑 顺便说一下 很多的玩笑呢 走下流路线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为什么闪耳光这可能是一个好事的原因 在这 然后他接下来说 当然全场大笑 但是有些人觉得很尴尬 笑不着 顺便说一下 大家可能不知道Rihanna是谁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她是美国当红的黑人的饶舌歌手 他是一个巴巴多斯人 在去年的时候 巴巴多斯这个国家还授予他一个民族英雄的称号 叫National Hero 他也是巴巴多斯这个国家的文化代表 是巴巴多斯这个国家在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艺人 全世界的人不知道巴巴多斯的总理是谁 都知道Rihanna是谁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呢 Chris Rock在2016年开玩笑是说 你拒绝奥斯卡就像是Rihanna的内裤拒绝我一样 I wasn't invited 对不对 没人请我呀 言美之意 这个很损啊 这个玩笑 你拒绝什么呀 请都没请你 没人请你 你拒绝什么呀 你自作什么多情 你想想 如果你是Will Smith和他 这个是狠狠的呀 是说我这个中训 我拒绝参加一个什么广播什么奖 Rihanna你拒绝什么 我没请你 对不对 你拒绝 对 你说这是 这个我觉得那个梁子 觉得那时候结下来了 没错 所以昨天晚上呢 他上去后 先说了Jada I love you 我Jada我真的很喜欢你 你知道吗 G.I. Jane续集等着你演呢 这又有一个背景 G.I. Jane 是美国女兵的外号 美国的男兵叫G.I. Joe G.I. Jane的这个电影的主演是Demi Moore 在那个电影当中呢 剃了光头 头发全剃了 当时一度非常的流行 觉得 Demi Moore 人长得漂亮 漂亮 长头发短头发都好看 剃光了也好看 确实很漂亮 他说你赶紧去演那个第二集去 是因为呢 Jada Smith Will Smith的太太 有一种病 这个病呢 就掉头发 头发全掉光了 那么看完这个玩笑以后 镜头晃到了 Will Smith和他的太太呢 Will Smith在开心的笑 但是他的太太摇头 没有笑 然后等镜头晃回来的时候呢 看到Will Smith 就上台了 那么这个时候上台呢 啪呀的一个耳光 这个耳光扇得如此之狠啊 差点让Chris Rock打在台上 亮枪了一步 然后又回去了 回到座位上呢 这个时候主持人Chris Rock就想开个玩笑 但是静音了呗 因为他说了脏话 然后镜头再回到Will Smith呢 也静音了 也骂了脏话 也骂了脏话 这个时候人们才知道 哦 这是真的 而且Will Smith下面 说了两次啊 大声的说 基本上意思就是说 那个你那臭嘴里头 别再提我 我太太的名字 不要从你那个嘴里面 提出来 最后Chris Rock说 I'm going to OK 不会了 我不会提了 但是他反应很快 他说 哎呦 他说你今天这个举动 创造了电视的历史 那确实是 这是一个被人忘却的阿斯卡 但这一幕将拥在史册 对 不知道将会被转拔几亿次了 对 Chris Rock他为什么会上台 是因为他去做颁奖人 他颁奖的是最佳纪股片 对 然后当然后面他整个的颁奖的这个之前那些准备的一些话好像也受到一些影响 无论次了 就是有的话就说不利落了 其实他嘴是很溜的 他是讲单口相声的 他是讲那个就是讲笑话的 所以呢 这个对他的影响其实也挺大的 那好了 稍待会咱们再看看 看看那个Will Smith等他得奖的时候 他说了些什么 针对这个事情 这事儿没完的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旬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昨天进行的阿斯卡的颁奖典礼呢 里边有很多的小插曲 有很多幕后的故事 所以今天跟大家稍微的来聊一下 刚才说的就是在台上发生的一幕 这个是在现场的观众也好 在家里边观看这个颁奖典礼的电视观众也好 大家都吸了一口凉气 突然发现说 哎呦这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两个人之间的这个 疾怨已经到了这么深的地步了 然后这事儿刚过没多长时间 颁奖最佳男演员的时候 Will Smith因为演那个Richard King Richard演那个Williams的爸爸 就是这个网球明星Williams姐妹的爸爸 而获得了这个最佳男演员角 这个是在情理之中 这个是在事先大家都认为说 他可能就会获得的 然后他上去发表这个获奖感言的时候呢 你看他眼睛里边 他是从头哭到尾 对流着泪就开始讲了 我不知道他这一段话是当时发生的 沙尔光事件之后所酝酿出来的呢 他是记性的 对记性的 百分之百是记性的 因为他说到了他引用了这个事儿嘛 对不对 后来呢他就提到了就是这方面的事情 但是后来他在这个发表感言的时候 也对那个就是影音学院和其他的 就是获得提名的人也表示道歉 但是他没有向Chris Rock道歉 这就刚才我说的所谓这个事情 他有好的一面就是他提醒喜剧演员们 什么是幽默的底线 因为在美国的幽默当中呢 其实华人的幽默也一样了 传统当中就是损人呢 这个事儿呢是幽默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包括中国的传统相声 说这什么我听过以前的传统相声 什么你妈妈那个什么连滚带爬 我忘了那个话是怎么说 就是说四只脚什么就爬出来了 什么之类的 就是相声捧个人斗根之间的 两个人之间的互相的损 然后把家里的亲属什么这种损呢 这个底线在哪里 在美国呢这种两个人说的相声 到了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 但是他这个损人的这个程度啊 有的时候非常狠的 而Will Smith的太太是一个病人 他头发掉光了 正说你拿他凯范小春 趁着你个秃头赶紧去演美国女兵啊等等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可能这一耳光啊 打醒了很多喜剧演员 就是说以后可能得小心了 然后Will Smith在获得了最佳男演员这个殊荣的时候呢 他上去想了很长时间 因为有一些是他准备的 但是大量的部分肯定是机性家的 没有准备 但毕竟他是演员 所以他演得很真实 从头哭到尾啊 他就是说 我作为一个演员呢 我一个职务就是要保护我的家人 这个正是那个电影 李查大地 King Richard里面的主题 就是他要保护他的两个女儿 所以他说了 他说真的是艺术模仿生活 提到了这个 然后同时也说了 就是说哎呀 我今天的表现真的像我电影里那个爸爸 顺便说那个电影里的爸爸 他演的的确非常好 好到这样一个程度 就是到了电影开始不久以后 你已经忘了他是Will Smith 因为他以前演的那些人物 完全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得奖是实至名归的 最关键的是 他后来在向盈宇宣道歉 之前呢 他说了 哎呀 他说我上台之前 Denzel Washington 这是大明星啊 黑人的 对我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我觉得适用于所有的人 他说呢 At your highest moment Be careful That's when the devil comes for you 翻译成中文就是 当你春风得意之时 必是魔鬼敲门之日 慢慢想吧 这句话意义深长 我觉得能从这样的一个 有成就的眼门嘴里说出来 告诫他 然后Will Smith在得奖的时候 又转述了这句话 提醒自己 这个呢 确实是我甚至可以夸张一点的说 没有什么例外 就是当一个人在最得意的时候 我们当然也有这种什么乐极声碑了 什么脾极太来知道 我们当然中文也有这种智慧 但是知道和知道 能不能付诸行动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最后他就开了玩笑 希望以后 阿斯卡还会请我 一定还会请他回来的 这个是没事 但是好像是在他 打了Chris Rock之后 说是有几个演员 走到他的身边 跟他聊了几句 其中就有Dencil Washington 所以可能是Dencil当时跟他说的这番话 结果他就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引用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